嗨,嗨呦 全球朋友们,滑雪的朋友们 我的美国朋友们 我们先看看风景 看看风景,然后我们再做个视频 谢谢华语圈朋友们 美国朋友们 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看到视频就是中国武报 中国战狼 中国的同将会 中国的 第五重队 已经在美国行动了 他们说 争取美国 争取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争取华人在美国的自由 不是美国跟的 也不是上帝跟的 也不是什么人跟的 是我们华人争取的 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这样 你要去争取自由 你是你自己争取的 不是美国人跟的 不是美国政府跟的 那你去中国 问中国要 那你为什么要在美国争取这个自由呢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天地 本身就是心血的空气 你在美国争取自由 你说是你中国人自己争取的 也不是美国政府跟你的 也不是什么人跟你的 你这个话不是自欺欺人 你这个话要去问 问中国 你在问在中国你说 你有自由吗 你说你获得了自由你是争取的 然后我很相信 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 那美国本身就是自由的 你说你是争取的 你是自欺欺人 他们还说 要号召华人 要用选票去 获得自己的这个天地 获得自己的这个领导权 他们要竞选公正 那么竞选公正当然好 但是你又用选票是去什么 去颠覆美国 那是天大的事情 美国会允许的去颠覆吗 当然现在美国也可以 你用选举去颠覆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的心态是颠覆美国 你不是为了美国 首先刚才你说的第一个问题 你说 华人的自由 是华人争取来的 华人的自由 不是美国跟的 也不是什么人跟的 这个话 完全跟你自己的内心想法 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如果站在共产党的角度 那是对的 因为共产党的角度就是 颠覆美国 共产党从成立二天开始 就是颠覆美国 他这个视频 这个广播服务业 这个视频 完全是颠覆美国 他们不仅在美国上 而且在行动上也是 在绘子上也是 特别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美国 他用美元 他往往是体外学 到中国店 到华人店去 往往他说他收钱 他不刷卡 这什么意思 他是体外循环 因为他体外一套 他不通过美国政府 不通过美国政府监控 不通过美国政府转账 他们在体外搞一个圈子 体外搞一个什么圈子 颠覆美国的圈子 从经济上他独立了 从政治上他要进学工资 他要独立了 比如说普拉兴那个地方 普拉兴那个地方 比如说普拉兴那个地方 普通华人 一些白子桃子瓜子虾子 一些文马 能够颠覆美国 当然能够颠覆美国了 以前普拉兴是这个 白人生活地区 白人生活区域 那华人去了 你白人生活喜欢跟你不一样 白人跟你这个 里面的流氓行为要见不惯 你要走了 让你 让你现在呢 就成了华人贴地 华人贴地 是不是就把美国都接回来 普拉兴那个地方 白白的就送给了中国 那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贴币行政区 普拉兴贴币行政区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完全是中国贴地 完全是华人贴地 那里没有白人 没有这个其他民族的人 很多其他民族的人很少很少 其他种族 其他国家的人很少 一一看都是这个 亚裔灭空 亚裔灭空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来到这里就是 跌破美国 来到这里就是 获得美国的美元 然后赚了美元以后 送回中国 送回共产党 这是中国人的提示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广东蜀街人 他们到哪里说 他们要通过 他们的自由 是通过自己争取来的 我想傻子都不相信 不相信 中国人的自由是没有 是中国人自己争取的 而且是在美国争取的 那美国本身就是个自由的地方 是自由的国家 你争取什么 美国政府给你限制的自由吗 没有限制的自由 你在打也好 杀也好 偷也好 抢也好 往往往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都装着没有看见 还是你争取来的 非常的恐怖 那么现在美国走到今天 走到这个地步 美国自己也应该负责人 自己 你喜欢中国人 喜欢中国共产党 那人要颠覆你那是正常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谈到的问题 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中国 看中国人 看中国共产党 看美国 看世界 看人类 最近几天 最近几天 这个美国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游到南海这个游戏 美国的这个侦察机 军机到这个上海海口 到中国周边 那是为什么 因为围堵中国 中国在不断的烧热台湾 不断的攻击民族争议 不断的挑战美国 挑战美国 当然美国做好战争准备 这就是个战争的信号 战争的信号 现在是三十个 这个约坦中国政府 约坦中国驻外的使劫 那么现在对在亚洲 已经组成了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将来 将来会攻打中国 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 要向西方开战的话 那这首先是八个国家 然后还有八十个 八百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共产党 渗透全世界 渗透人力 那是所有人都遭到了上海 只是说他们现在 还没有能力大胆站出来 到那一天 到战争爆发那一天 所有的国家都要站出来 因为这一有个问题 有一个战争赔偿的问题 都要叫中国拿钱 叫中国赔偿 中国人赔不起怎么办 赔不起 那你中国人自己考虑 自己考虑怎么办 你还是 按照过去的说法 你是做奴隶 还是做苦力 还是缓多少年 那有中国人自己选择了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吧 暂时谈到这里 我们休息两分钟 朋友们看看风景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 继续谈 好 感谢观看 朋友们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 我的美国朋友们 各位的Afternoon 我们今天白天做个视频 最热的时间我非常非常的忙 正在做创作 我这个创作可以是叫政治正确 标题叫新世界大家庭 也可以说是政治正确 这个标题 也可以说是跟美国的一封信 都可以 比较广泛的含义政治卑物 现在下一个话题我们是谈美军 美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美军的对手不是在地球上 而是在其他星球内战 那么美军有这么强大的胜利 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加起来 都不是美军对手 那为什么美军还像一个小白鼠 乖乖地在哪里 美军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不去颠覆 不去摧毁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样一个强大的军队呢 这个问题应该是由美国政府来回答 这个政府 这个美国政府现在 现在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在支持共产党 支持共产党 不断成长弄大 正继挑战美军 这一年来 中国共产党正继挑战美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继挑战美军 提起黑弹威胁美国 提起病毒投放了美国 那么美军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不去摧毁那个恐怖的习严 建立在专制政权 要建立在专制 建立在十几亿人的 事故机场上的一个习严的帝国 那么你美军不去摧毁它 那中国共产党 中国病毒 就一定会来摧毁 什么来摧毁你 中国病毒一旦投放出来 你美军能够敌壤的时候吗 那下一场战争的胜负 一定是取对谁 随随动用强制性的力量 随随动用黑弹级的力量 谁取得胜利 那么随时犹如果断 那谁就失败 下一场战争 如果说美军 还是按照过去的想法 那是一定会持败着 一定会败在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 现在西方人跟共产党作战 应该用中国人的思维 通杀通杰通斩通通摧毁 通通的黑皮 风筝的话 你美军是不可能取得胜利 美军就等着接上帝吧 这是话题 今天是福货节 今天是福货节 福货节是西方最重大最重大的节日 福货节是美国的最重大节日 福货节是这个医疏 受难受苦第三天的福货 意味着生活的重生 意味着生命的重生 意味着希望的重生 那么中国病毒攻击美国 攻击全世界能够活得重生吗 能够活活吗 这个问题我要问问全世界 问问那些政治家 问问那些所谓的媒体 我想他们都不敢正面回答 我来回答 完全不可能恢复到一切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心不像 人心不像了 那么现在美国 过去的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那么现在的美国还是基督教的国家 现在的美国还要过医书节吗 还要过圣诞节吗 现在的美国还要宣传弘扬自己的普世价值吗 还要这个讲这个民主自由人权限制吗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感到迷茫 好多人感到困惑 恐怕美国政府不敢正面回答 这么重要的重大的事情 美国政府都不敢回答 美国都不敢回答 那美国要回答什么呢 谁都不知道 美国政府知道 所以美国政府也不知道 是一个上帝之等 因为你从而太多 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刚才我谈的问题 就是再重复一遍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西方是基督教的国家 那美国还是基督教的国家吗 还有过医书节吗 还有过圣诞节吗 还有过圣诞节吗 还要宣传美国普世价值吗 有医书有医书有圣经 有圣经派生出来的普世价值 有普世价值 衍生出来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 美国不要了吗 人类不要了吗 我想这些问题 虽然我在这里好像是谈天所地 但是往往可能是 美国政府也不好回答 西方也不好回答 那你们不好回答 我来回答吧 美国现在不需要 不胜了医书了 也不需要医书了 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也不需要那个 因为美国人民对美国的价值认同 都产生了非常非常重大的危机 也就是说 美国人对自己国家 对美国的认同产生了危机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过圣兰医了 特别是福拉兴 特别是新人区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别新人区 福拉兴 那里从来不过圣兰医 从来不过西方医 那是不是颠覆西方医 小孩子都知道 但美国人不知道 美国人不知道就算了吧 美国人不知道就算了吧 看这个风景 有什么感受 我们在这里呼吸 美国的心血空气 这是北美洲 这是 这是北美洲 这是纽约 这是纽约 全世界的朋友们 全世界的朋友们 我的朋友们 我的美国朋友们 希望大量的订阅我的YouTube 订阅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一千多件艺术品 希望朋友们给我赞助 我把我的艺术品 作为一个博物馆 长期留长在美国 我没有什么为美国人 做出贡献的 我是艺术家 我有一千多艺术品 我把我的作品 留在美国 这个是我对美国 做出贡献 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也是大家的财富 所以说希望 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和我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希望朋友们 给我留私信 给我私信 我看到 我会回答 刚才我说了 我正在创作一张作品 创作一张 比较大型的作品 我说要三个月完成 从到现在 要三个多月完成 现在可能 还有一个多月 一千亿多月 还有一个多月 如果今天顺利的话 今天没有其他事情干扰的话 我可能再做两张大型的创作 好吧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tomorrow 明天再见 希望朋友们 喜欢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youtube 订阅我的youtube 我想 你 我好 我们 OM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华语区的朋友们看到我这个风景怎么样 朋友们 我在外边还有个狗公寓 我让朋友们看看狗公寓什么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一个小块 untuk发出一片段落 seperti这一片段落 我会不会偏见 就有变化 因为这片段落 感谢观看